我今天接到百富的品牌大使 給我的一個考題 說要用百富的12年威士忌 做一個大人喝的咖啡 我想要做冰的啦 其實在平常的時候 這威士忌我通常都是單喝啦 比較少拿來調咖啡 所以其實還滿有挑戰的 然後這個威士忌其實滿有趣的 就是說37年前有一個神級調酒師 叫史都華先生 他比較有創意啊 他就是用兩種威士忌桶跟雪莉桶 過這兩種橡木桶啊 去搭配出一個風味上面比較圓融的威士忌 這個技術叫做過桶 那其實我們咖啡有沒有 這幾年也是滿流行說 厭氧處理法裡面也有過酒桶的 就是把豆子啊 放到酒桶裡面 跟著一起發酵嘛 缺氧它會慢速的收成嘛 這樣處理起來的咖啡豆 也會風味上面層次特別漂亮 如果要跟這支威士忌搭配的話 我反而不會覺得說 應該要用那種厭氧處理法過酒桶的 因為過酒桶的話 它味道都會太強烈一點 所以跟這支百負十二年威士忌啊 搭配起來協調性就不會這麼好 所以我反而可能會用 發酵味不那麼重的 然後烘焙度淺一點的 因為我們這次要做夏天喝的嘛 口感當然是追求比較清爽一點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選的 這支配上豆叫義忌的法槌 今天沒喝到威士忌手不放下 這裡面我是用三支義忌咖啡去調配的 裡面呢 有大概百分之二十%是日曬豆 那其他大部分都是水洗的 所以它味道相對來說是滿清爽的 等一下我們就用這支義忌的法槌 要配這支威士忌好不好 然後兩支做一個夏天喝的大人口味的 威士忌咖啡調酒好不好 OK 我們今天要準備的材料呢 當然這個百負十二年嘛 過桶的威士忌 它味道其實 很柔順的 然後還有準備什麼呢 準備上咖啡豆嘛 水洗豆或者是蜜蜜蜜豆也會很好 然後選淺焙的 嗯...深焙的話可能不是太適合 深焙的味道有時候太重了 兩個會打架 再來雪克杯 還有一個做濃縮的機器 不一定要這台啦 手壓也可以啊 可以做濃縮的機器就可以 嗯...還有一些糖 我們這裡用的是二號砂糖 其實用咖啡冰糖應該會更好 只是說可能大家家裡不太會有 這到時候用濃縮把它融開的時候 也會比較順利一點 還有一個檸檬 所以所有材料就是這些 對切就可以了 杯子啊跟威士忌 我們都先拿去冷凍庫 冷凍過 那你知道威士忌啊 它其實如果它酒精含量在40%以上 它是不會結凍的 而且反而會讓口感變得比較厚實 有些人會覺得 威士忌好像喝起來辣辣的味道 就會降低很多 那我們先磨豆子 然後再加水 然後再加水 加水 淺的 淺的做濃縮的時候 記得要稍微磨細一點 它的Creamer才會出來 它也是很新鮮的 先放一點糖進來 糖我們放20克 濃縮倒進去 我們先讓糖融化一下 感覺上融得差不多了 我們就加冰塊 冰塊加大概一些些 檸檬汁加一點點 百副維士忌 大概加多少呢? 再加一點點好了 大概45克左右啦 做個糖烤哦 雪克一下 雪克到什麼程度呢? 雪克到你拿不住這個雪克杯就可以了 雪滋 雪滋 雪水 酒不要加的太多 酒太多的話 它其實兩個就不協調啦 酸酸甜甜的工作完來一下 真的滿好的 我覺得 我覺得這支百富威士忌啊 因為它夠圓潤嘛 淡淡的蜂蜜味道 然後香草味道也滿好的 所以搭配這種花香明顯的 這個藝劑啊 其實我覺得很合耶 很合 不會去太搶到咖啡味道 威士忌酒的感覺也是 在中間這一段推上滿好的 OK 有興趣哦 自己在家裡試試看好不好 欸!滿開心的哦 夏天適合 這個記得要先冷凍 那口感喝起來 冰的口感喝起來會比較厚實 好吧 那咖啡呢 它會是清爽一點的 水洗的蜜處理都很棒 好不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怎樣 訂閱、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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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吃啊 这糖 不能吃